昨晚叫外卖 来一份狗狗狗狗炸鸡的家庭图餐 吃剩一块大鸡胸 今天午餐就用你当素材了 来一个简单的鸡饭 素材有狗狗狗炸鸡一块 纳畅一条 青葱一棵 和八角一只 试下放八角去看看是否会更香 一人份的半壳米 先清洗米 然后切腊肠 将材料放入饭煲 按键等一会儿就有得吃了 好呀 好香呀 光是闻了 都已经觉得好像很好吃 希望吃起来不会太差 先将鸡刷肉 鸡胸肉小骨 所以好好处理 其实用手撕会快很多 不过现在为了视角效果好些 所以斯文些 用叉 搞定 吃之前 放些青葱 点缀一下 哇 真是不错 其实之前做过一次 当时 只是单单放一块 胡桑佬炸鸡 落饭煲 和米一齐煮 其实饭 滲透了炸鸡的汁 和香料 已经够味了 但今次因为拍片 为求增加上 所以加了蠟肠和青葱 总结是 挺好吃的 但一人份的话 对我来说 似乎有太多了 其实刚才上期的鸡肉 我只是放了三分之一的鸡胸肉 虽然如此 但这碗饭 已经赚到我很饱了 剩下鸡肉 今晚丧彪又后福了 哈哈 本集完 别人 有没有 没有 在眼明里 没有 没有 如果